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边 今天温哥华下起了雨 那么我今天的评论 为什么要在雨中进行呢 我先卖个关子 今天新华社有一篇报道说 中国军委主席习近平 前几天前往解放军 第71集团军进行试查 这个也是19大之后 习近平第一次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作战部队进行试查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1月的3号 他曾经去过 军委联合作战的指挥中心 那么这一次 是习主席第一次到作战部队进行都军 这其中透露出许许多多的看点 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一一捋一下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部队 我们以前对它的什么番号 什么部队的总数 兵种 我们都不太清楚 而且习近平这次去的第71军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队伍 可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 这是习近平亲自打造的一支军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会儿我来告诉大家 他呀 这个71军啊 有陆军第一军之称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 我们了解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第71军是怎么来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前都是小米加步枪 都是草台版出来的 以前都只有陆军 根本没有什么空军 海军 这都没有的 这些兵种以前都是空牌 以前就是说到解放军 陆军 而且在很长的时间之内 这解放军确实是一个谜 它的这些番号我们也搞不清楚 那么我们只知道用官方的说法 在1949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共有70个军 那么我们过去说的解放军70个军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就是在原来红军 八路军 新四军 东北抗日联军 这些部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共分为五大野战军和一些兵种 总共加起来70个军 以前我们说四野四野 林彪的什么 就第四野战军 这是毛泽东打扰人家 亲自打造出来的武装部队的家庭 不过从1949年前夕到2003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十次裁军 人民解放军的陆军一共撤销了29个军 而且50年代又被空军海军又挖掉了十几个 后来另外还有七个军 要改编变成什么 我们知道什么农建部队 石油部队 建筑工程部队 这七弄八弄到2003年第十次大裁军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实际原来的七十个军 就陆军而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十八个军了 后来2003年之后 这十八个军又变成叫十八个集团军 我们后来说的十八个集团军 就是这么个来历 但是没想到后来习主席开始整军了 这十八杆枪又也整变了 整没了 那么就是2017年4月 也就是今年了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宣布 解放军的陆军 原来的十八个集团军 以这个为基础调整为十三个集团军 十八减为十三了 但是这不是数量的减少 连番号也彻底变了 那么原来知道这个就十八军 第一第二到十八对吧 这一次呢十三军 我们可能以为是第一到十三嘛 减掉五个 不是 原来的这个十八 那么现在呢就变成十三 它不是按照十三的序列了 中央军委决定呢 番号呢从七十一开始 也就是七十一一直到 加上十三到八十三 大家都明白了吧 这个七十个军呢 是毛泽东第一代领导人 创建的 那现在第七十一军开始 我们说的是陆军的 那现在从七十一开始计算 这就表明了 习近平主席的这支部队 是在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创建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支新军 所以习主席这次视察七十一军 就是新组建的 十三个集团军当中的一支 又称为习家军 第一号 第一军吧 他原来在十八个集团军中呢 他是叫第十二军 这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所以说呢 习近平这次开展的这个都军第一战呢 他去视察的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 这是嫡系中的嫡系 具有极大的示范性和象征的意义 这表明了习近平组建的这支新军 是正式上路 从七十一军开始 可以说是展现了习近平开始解放军 崭新历史的一个决心 那么我觉得这次习主席都军的第二个看点 就是七十一军 他在中国的历史上 尤其是军队发展的历史上 非常的悠久 而且他也是一个最能够作战的一支队伍 那么七十一军的前生呢 这就早了 就是六七十年前了 1932年11月 他是在厄玉晚的苏区啊 这个组建的红军第25军 七十四师当中的一部分 到抗战的时候呢 他又跟其他的这个部队啊 又组建了在第二次内战当中啊 是禁忌鲁豫野战军当中的第六纵队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呢 这支部队啊 这是可以说是战功捉住啊 他参加过的战役很多 比如说挺进中原啊 淮海战役啊 渡江战役啊 重庆成都战役啊 到了1950年 他又出兵朝鲜啊 那么在朝鲜呢 他还参加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战役 就是上甘岭战役 我们知道的黄继光 就是这个战役当中的一个英雄的一个人物啊 那么到了这个 我这特别要说明一下 到了1989年的时候呢 这支部队的步兵第36师啊 是整个全师空运到了北京 参与执行了首都的戒严行动啊 那么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的这十二军了 就现在的七十一军 那么当中的步兵第36师呢 又被中央军委啊 确定为应急激动作战师 这不得了啊 这个部队可是啊 应该说是啊 跟宏苗壮啊 而且战斗力强啊 哎呀 这个我想这个习主席肯定是知道啊 这支部队的这种啊 这种辉煌的这个历史啊 啊 所以呢 才在十九大之后啊 这个把这个首次都军的第一站 就放到了这支部队啊 那么同时呢 呃 这个这个消息的这个讯息 也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这支部队参加过1989年的 这个戒严行动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呢 也就说明了 目前中央军委啊 对这支部队的这种高度的 首肯 高度的信任 那么第三一点呢 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都军行动啊 他重提了两个不怕 这两个不怕呢 就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哎 还有呢 就是时刻准备打仗 呃 新华社12月15日呢 这个发布的这个习近平 关于这个都军的这消息的标题啊 就让大家 这个 看了 这 这眼睛啊 不叫一亮 对 就有一点 哎呦 这一下 一惊 啊 这个标题是 啊 大力弘扬 二不怕的精神 全面提高新时期 备战打仗的能力 备战打仗 打仗了 这个习近平呢 这个还专门啊 就视察了 七十一军呢 有个著名的啊 有一个有一个毛主席当年的好战士叫王杰啊 他所在的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连 而且呢还和王杰班的这个战士们呢 呃 出其谈性 呃 习近平他说了 他说王杰的精神呢 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呢 他永远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宝贵的这个精神的财富 这个习主席还勉励战士们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 让王杰精神呢 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这个王杰是谁 大家可能啊 不满五十岁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王杰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王杰呢 是文革之前呢 呃 一个中国部队里竖起来的一个标杆 呃 这有点像这个以前的我们说的罗盛教 邱绍允 黄继光 啊 雷锋啊 这样的人物 差不多齐名的 只是这几十年我们很少提齐 那么习主席这一次又重提了这个王杰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人物 那么王杰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 那么这个 这也不是他一个人 以前雷锋也有这毛病 他喜欢写日记啊 雷锋也喜欢写日记 王杰呢 也也喜欢 他在部队四年 日记写了这个十多万字 而且呢这个日记呢 后来还被呃这个呃这个 这个编书啊发行了 影响很大 那么英雄人物喜欢写日记呢 呃都是他们的一个一个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以前我在小的时候学习了雷锋王杰的故事之后 我也我也喜欢写 也不叫喜欢 我也学着写点日记 这个日记呢 一般都是这个这个写的时候呢 是准备给别人看的 一般比如今天做了好事了 我写个日记 是吧 今天今天扶了老大娘过街了啊 今天捡到两块钱啊 交到哪里去 写下来 那么当时呢我有点私心 一看雷锋日记后来一发现 因为雷锋的事记啊 王杰的事记啊 大多都是日记上面发现的嘛 那么对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 我就写这些好人好事呢 写了以后呢 我把这个日记本呢 就丢在 哎 人们平凡走过的走廊上面 我就等着呢 最好是老师捡到 或者同学捡到 交给老师 结果呢 弄砸了 这收破烂 那么捡废纸 当然给他捡过去了 结果呢 这个叫什么 偷袭不成十八米 那个时候五分钱买一本 那个日记本 挺贵的啊 那后来我就不干这事 然后王杰呢 这个日记里面呢 这个他有几句名言 一句呢叫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那么这话呢 原版呢也不是王杰 是19 大概是1963年吧 1963年的时候 中印这个战争的时候呢 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部队的一个战士 他提出的口号叫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王杰呢 只是模范地执行了这个精神 啊 那么还有第二个这个口号呢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王杰还有一句 这是他的原版啊 叫 为了党 我不怕 进刀山 入火海 为了党 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心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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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句 后来呢 样板戏里面好像也用了他这个这个这个一段 那么王杰 他是后来在1965年呢 有一次部队训练的时候 因为保护身边的12位民兵啊老百姓 用身体啊 他捂住了那个即将要爆炸的那个炸药包 然后呢 就不幸遇难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 这个71军的这些官兵啊 在这个习主席啊 视察之后 因为肯定了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这个精神之后呢 这个纷纷表示了啊 他说这个 这次啊 视察呢 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啊 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革命精神的高度的重视啊 表明了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啊 能够推动啊 练兵备战啊 能够能够支持一个非常非常啊 落地深根的一种鲜明的一个态度啊 同时呢 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啊 要认真学习啊 党的十一届啊 党的十一届 党的十九大的精神 深入学习 贯彻 这个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叫强军思想啊 强军思想啊 强军思想 那么大力弘扬呢 呃 二不怕的精神啊 全面提高新时期备战打仗的能力 旅行好党和人民资计的新时期的使命 呃 我归纳了一下就是用两个不怕 一不怕 二不怕死啊 用两个不怕的精神 这才是习主席这次都军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就要提到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最后一个看点 啊 第四个看点 打仗啊 和谁打啊 打得赢不 那么在这次这个视察当中呢 习主席对七十一军的这个官兵呢 着重强调了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 建设和掌握不对 深入贯彻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 这个古田啊 不是一九二九年 那个那个古田会议 确立毛泽东在第四方面军当中的领导地位 那个古田啊 这个呢 说的是什么呢 是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啊 这个好像是十一月份 呃 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召开了一个叫新古田会议 还是到福建 那个原地啊 去召开的 那么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军队 一定要在军委主席的指导下 领导下进行 那副主席没用 那副主席是没用啊 那郭伯兄徐彩后都是副主席啊 以前赵紫阳也是第一副主席啊 又有啥用啊 一个连的部队都都搞不起来啊 是吧 那那后来 最近人说张扬是搞军事政变 啊这个后来就不得不自杀了 我告诉你 搞不起来 那那一个连一个营的部队都调不起来 还还搞什么政变呢 他脱家带口 全家出动啊都都不行的呀 所以这个军委副主席啊 不要说这个张扬 还是什么总政治部的什么主任 那是更是层级又更低了 搞不起政变 这政变也就是八卦啊 这个八卦呢 年年都有 但是我们也当小说看了啊 那么这个新古田会议精神呢 就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谁打仗啊 为谁打 受谁领导 那么就受军委主席领导 这个呢 是新古田的这个会议的一个精神 那么这一次呢 新主席去了之后呢 又专门强调了啊 这个这个这一点啊 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提高 提高作战的能力 还要提高什么呢 还要提高打赢的能力 打赢 不是光战 要赢 那要赢 要赢就说明对手很强啊 是吧 好 那么下来一个问题 对手是谁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看点 呃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中国的周围啊 有多少敌人啊 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也很多 比如说朝河危机 中日钓鱼岛的争端 中印这个在同浪吧 同浪的这个冲突 还有这个中非南海的风波等等啊 那么以前呢 不管是这个这个中国的民间呢 以及海外的一些舆论呢 你一直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未来十年当中呢 中国极有可能啊 会跟谁有一战 那么是谁 中朝战争吗 中俄战争吗 中日战争吗 中印战争吗 好像我们的敌人还不少啊 就说或者是台海战争 那么中俄之间呢 我们在北线应该目前来讲呢 俄罗斯这小子比较坏啊 他那是做的不说 说的不做 所以呢中国很可能再次上当 所以北线现在看起来 基本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忧虑 那么下来就是 是不是会跟日本作战 那日本呢 钓鱼岛的事情呢 也是属于季节性的这个争端 因为一到过几个月 过几个一年 他就来一下子 这个有一点民粹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呢它是季节性的 又跟感冒差不多的 所以呢这个呢 从目前地缘政治考虑 这两个国家经济都非常的发达 而且在世界上也是 可以说是这个举足轻重 而且在本区域又是两个强国 那么这个可能性真的是不大 目前看来可能性是不大 那么接下来什么呢 那接下来比如说还有什么 中印战争 这个中国跟印度 是不是会打一架 南海是不是会打一架 估计啊 目前还都停留在 互相之间吵吵闹闹的 这个层级上 就是要打 也不是对手 那么这就可以说呢 这个南线呢 应该也问题不大 那么西线呢 反恐啊 反恐呢 主要是 主要是打的口炮 为什么呢 反恐那些国家 那些西边那些国家呢 实力都不强 所以呢 我们主要是怎么样来反恐 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个打 说来说去 唯一最不能把控的 可能就是 东北的朝鲜 所以呢 中朝一战 不管以哪种方式进行 有可能呢 这个在最近这些 这几年可能也难以避免 所以呢 这个 我的解读是 有可能 中朝之间呢 可能会有一战 当然了 这个台海战争呢 也不是说 绝对没有 因为七十一军呢 它是属于东南战区的 它负责的就是 这个南海海防吧 那个 比如说 它的总部是在徐州 它在湖州 它在厦门 它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部防 那么 这个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 但是呢 战不战 由习主席 决定 赢不赢 可能 还是由美国人决定 所以呢 这一战要打 而且是对自己的同胞 恐怕呢 中央军委啊 习主席啊 也一定会 审时夺势啊 从全面的考量来进行 那么节目最后呢 我要说一下 今天你看 越下越大 浑身都湿了 这个 因为 我学习了这个习主席啊 这个到七十一军去的这个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精神呢 呃 我是要 践行一下啊 呃 用实际行动啊 来这个啊 来学习 贯彻 习主席的这个 都军思想 虽然我们在海外 也不是军人 但是呢 呃 人家战士 又不怕苦 又不怕死 我被雨淋着点 没有关系 一点都没有关系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確信 请不吝点赞 Jr 至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